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请您收看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的蔓延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了疫情日记专栏 美南新闻的记者也在一线采访 目的是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 对世界经济 文化 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来看下面的书评 今天清晨被一阵急促的雷雨声叫醒 窗外的雷声在天空中呼啸而过 打开电视看到记者们已经穿梭在暴风雨中 向大家报告气象新闻 他们在新闻最前线 也正如在抢救新冠病患一样的英勇 此时就在案头看见了雷根总统最后一次在白宫的告别演说 他把移民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贡献描写得淋漓尽致 总统说你可以居住在德国或者日本 你无法成为德国人或日本人 但是任何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 只要你生活在美国就可以成为美国人 总力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我们自由传统的象征 因而让成千上万的世界人民奔向自由民主及希望 我们的梦想及力量是建立在一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涌入的移民 他们为国家缔造希望和繁荣 倘若我们对这些新美国人关上大门 我们将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 看完这个视频 我感到非常的激动而流泪 这位我们历史上政绩显赫的共和党籍总统 他的灰红大气和政治远见 使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为真正的政治家 相交之下 那些投机政客早应扫进时代的垃圾箱里 虽然新冠疫情正在无情的肆虐 我们这块土地 我们更应该坚定雷根总统所言移民立国的精神 大家继续同舟共济 不为政客的威胁 他们不过是历史上的过客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重建经济大业 为我们热爱的土地贡献心力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